好 那我们现在讲怎么样做函数的图形 就是Close Gestion 其实有了这个函数的增减凹凸 极止拐减这些以后 那么在画函数的图形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画函数图形的它的步骤 它除了这个增减凹凸区间以后以外 我们还要知道其他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Domain 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 例如说它是OddFunction还是EvenFunction 好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它是它的Domain Domain影响到它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它的 除了知道Domain以后 它的Asymptoms 就是它的渐进线 渐进线我们有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讲三种 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水平渐进线 Horizontal 还有Vertical 还有就是slant的 这三种渐进线 那么Horizontal和slant都是在X区间 正负无穷大的情况去去 那么Vertical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函数没有定义的点附近 去看它的影响去找 Horizontal和slant都是在X区间正负无穷大的地方找 好 那么有了这个Domain和Asymptoms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它的 First Derivative和 Second Derivative 那么我们来确定它的increase and decrease 确定 它的increase and decrease 还有等于零的点 首先我们fx的 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求出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一阶导数等于零的点 二阶导数等于零的点 以及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 不存在的点 应该说是Point 它们都不存在的点 那么我们 有给给出零了以后 它们等于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函数分成很多个区间 分成很多区间 那就是有我们要知道increasing Decreasing 应该说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重新说一下 我们在具体做题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求 我们先求持一阶导数等于零 好 先求持一阶导数等于零 然后 好 我们使一阶导数等于零 和 does not exist的点 我们找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把整个区间分成好几块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increasing Decreasing 和 extreme 我们知道一阶导数等于零的点 以后我们就可以分成几个区间 那我们可以知道它是increasing decreasing 区间 然后 等于零的点和不存在的点 它是不是 XJ吗 然后我们才求它的二阶导数 然后令二阶导数等于零 或者是 它不存在的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出 它的concaveup concaveup或者是concavedown的 区间 还有就是inflexion poin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 基本上这个函数的这个 大致的样子就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添加一些重要的点 例如说它的intercept 这个 xintercept 和yintercept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把这几个步骤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画图了 那这是我们函数做图的基本的步骤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假如说这个函数 y sketch y等于 x的立方 减上x平方 减上x再加上1 sketch sketch 那我们首先 我们知道 第一步它的domain 因为它是 polynomial 所以它是 x是 整个实数轴 它 G非 G O G G非 G不是G函数 也不是O 函数 就是它不是All function 也不是AV function 也没有Periodic 第二个它没有 No Asim charge 因为它 X区间负五更大的时候它就是负五更大 X区间真五更大 它函数区间真五更大 所以它没有 没有horizontal的Asim charge 它也没有slant的Asim charge 它也没有 也没有Vertical Asim charge 因为它domain是整个实数轴 所以它每个地方都是连续的 这是Continuous的 好 那我们 知道这两个以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等于3x平方 减2x 减1 那我们 用它的一阶导数等于0 我们得到3x平方减2x减1 等于0 这个我们可以进行因式分解 就是3x 加1和 x减1 3x平方减2x 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x有两个值 一个是x等于 负的3分之1和x等于1 好 我们知道了这几个点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 这是负3分之1和1 我们可以去确定他1阶导数在那么1-1和1把这个整个区 把整个实数轴分成三块 小于1-3分之1和在大于大于1-3分之1小于1和大于1 那么这三个区 那么我们去确定他的减数的 增减区间 因为是1阶导数 那我们是确定他的增减区间 那我们看x小于-3分之1 x小于-3分之1 那这个就是小于1 这个也是小于1 所以是正的 如果你不知道啊 如果你说 我没法去确定 那么你找一个小于-1分之1的值带进去 小于-1分之1 例如说-1 那么这个就是 3乘乘1-1的平方 减上2乘乘乘1就是加2再减1 3加2减1 这是大于0 所以一阶导数大于0 一阶导数大于1 大于0对函数本身是增加的 我们用个向上的镜头表示就行 那么在三分之一和1之间 一阶导数是小于0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0带进去 0带到这个1阶导数里面去 因为0是介于-1分之1和1之间 我们可以带到这里面去 例如说你带0进去就是3乘乘0减2 减2乘乘0减1 那等于-1 -1是小于0 -1小于0 那么函数在这一段 -1是小于0 也就是说 1阶导数是小于0 1阶导数小于0 函数本身在这里是下降的 好 那这是-1分之1和1之间是小于0 1阶导数小于0 函数是下降 那么x大于1 x大于1的话 那么第一项是大于1的 是大于0的 第2项是大于0 第2项是大于0 你也可以 用例如说用2 大于1的数 任何一个数你可以带进去 2你带进去的话 这是1 这是7 所以也是大于0 所以说 大于1的时候 函数的1阶导数是大于0 那么函数本身是增加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知道 函数 在 负无穷大到 负三分之一 这一段是 上升的 在 负三分之一 到 1这一段是下降的 而从1到 真无穷大 这一段是上升的 那么那我们同时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 函数的极致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看 在 负三分之一 这一个点上 在三分之一之前 它是增加的 三分之一之后 负三分之一之后 负的三分之一之后 是下降 是下降的 就是减少的 先增加后减少 那么负三分之一这一段就升到 顶点了 所以 负 负三分之一是 local的 maximum 它是 局部的极大值 负 负三分之一 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把它带到原来的函数 里面去 就是等于 负三分之一的 三次方 再减去 三分之一的平 减去 负三分之一的平方 在 后面是减上 减上 负三分之一 再 加上 一 那么这是 负的 二十七分之一 那么再减去 九分之一 加上 三分之一 再加一 嗯 二十七分之一 那么这是 二十七分之三 二十七分之四 二十七分之四 这是二十七分之 九 三分之一是二十七分之九 那么二十七分之五 所以是 二十七分之三十二 这个是 最大值 而 f 一 是 local的 minimum 因为在 一这一点 f 一是 minimum f 负三分之一是maximum 因为在一这一点 现在减数是先减少后增加 那么一等于是减到到了减少到谷底了 减少到最小值 再增加 所以f1是minimum 那么f1等于多少呢 f1 是等于 1的立方 减少1的平方 再减1 再加上1 所以这是等于零 f1等于零 我们可以 1 减1 再减1 再加1 是等于零 所以它是 最小值 那么我们有了增减和极值 extreme 那我们去 看它的concave up 和concave down 二阶导数 一阶导数是 3x平方减上 3x平方减2x减1 那么二阶导数就是6x减2 6x减2 我们令它等于零 那我们得到的是x 等于 三分之一 那么 x等于三分之一 把这个区间分成两部分 x等于三分之一 把这个 区间 划成两部分 我们把上面去看fx的二阶导数 下面是fx本身 那么 小于三分之一 那例如说是零的话 那么 你带零 进去 带到这里面去 就得到负2 所以二阶导数是小于零 二阶导数小于零 函数是concave down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大于三分之一 例如说你带1进去 那么6-2 所以是4 4是大于零 二阶导数大于零 在大于三分之一 所以是大于零 所以函数在那部分是concave up 所以是从负5中大到 三分之一 这个是fx是concave down 和三分之一到正5中大 那么函数本身 是concave up 当然我们在这可以不行 你画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从前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有了这 有了 这个以后 那我们可以知道 三分之一和f 三分之一 这个是 inflection point 因为 因为 因为在函数的二阶导数在三分之一 左右它是变号的 因为它是从 它是从负的变到正的 所以这个是inflection point 那么我们 把这个三分之一 f 三分之一 我们把它直带进去 f三分之一是多少呢 三分之一的 f三分之一 等于三分之一的立方 减去三分之一的平方 再减三分之一 再加上一 27分之一 减上九分之一 再减三分之一加一 这个等于多少值啊 二十七分之一 那个是 二十七分之三和 二十七分之九 二十七分之十二 这是二十七分之二十八 所以是 二十七分之十六 这是二十七分之十六 这是我们的inflection point 那么我们最后 那我们就可以画图了呀 我们画图 我们画图 我们画的好一点啊 好 我们要画图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画法 把几个关键的点 把几个关键的点 我们要画出来 一阶导数 这有 负三分之一 负三分之一 是不能画的太 这是负的三分之一 和一 这是 二阶导数 这有三分之一 然后 一阶导 一阶导数 这还有一 所以这是 这三个点 是 比较关键的 f 在 我们 看看f 负三分之一 是二十七分之 三十二 f的负三分之一 是二十七分之三十二 也就是说 他要比一大一点 比一大一点 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么 F0本身是 F0我们还是要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 inflection point 嗯 我们看 不 intercept 它是intercept F0是等于 F0等于1 所以说 它是 这样子下来的 它也通过这两个点 我们知道 那然后在 负的 在负增大到三分之一 啊 这一段是 这一段是 啊 从负三分之一以前 它是 本身增加的 而且又是 又是concave down的 所以大概 在 这个样子 那么 F0是我们的 F0是我们的 intercept Y-intercept 那么在三分之一 以后 它是concave up 而且在 在1之前是 减少 但是我们知道 F1是 F1是 F1是等于0 F1等于0 所以我们 这也是concave up 而且我们都知道到了F1它是minimum 我们可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F1是minimum 也就是说过了F1它又它又增加而且又是concave up 所以它大概的图形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们画图 这是我们 就是 函数图形 我们就这样画 我们先求一阶导数 然后先求 当然我们最开始 我们 求是函数的定义域 以便于我们去计算 它的一些 Vertical的 asim 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 画数的图形 当然你可以把这几个关键的点的位置写出来 这个是1 那么这是 负的三分之一和 二十七分之三十二 这个点是1 然后这个点 是三分之一和 二十七分之十六 这是我们函数画图的做法 那我们可以 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画图的方法和步骤 我们是先求定义域 然后求 asim charge 然后算一阶导数 另一阶导数等于0 然后分出几个区间 找出几个分段点 分开的点 就是正负编号的点 然后我们再去二阶导数 又分成几个区间 好 我们看 看一下第2个例子 我们说Y等于 我们用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不一样的 Y等于 看哪个体 Y等于 1 加上 X加3的平方 分之三十六 X 那么Sketch 我们画这个图形 这个函数的图形 那我们这个函数 我们有一点点 不一样 那我们首先 首先 首先我们知道 它的定义域 它的domain domain是 X不能等于-3 X不能等于-3 那么这个函数 它有asim charge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Limit X趋近于 X趋近于无穷大 不管是 我们是趋近正无穷大的时候 趋近正无穷大 那么 这是 这相当于 X平方 分子 是X平方 分母是X 那么这个 趋近正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等于1 而趋近负无穷大的时候也是1 也是等于1 所以 所以我们 Y等于1 是 asim charge 是 horizontal asim charge 因为 因为我们 正的和负的两个方向 正无穷大 负 负 五穷大 两个方向都是等于 但是它还有一个domain X不等于-3 所以 我们看 X趋近-3的左边 fx 那是 X趋近-3的左边 这是 1加上36 X除以 X-3的 平方 X-3的平方 它还是大于0 但是-3的话 36 乘上-3就是 是一个负数 负数除以一个 正数 那它是一个负的 负的那么分子区 分母趋近0 分子趋近一个 一个负的108 所以是等于负的 无穷大 当然说 X趋近-3的右边 fx 这是一样的 因为分母始终是 分母始终是趋近0的右边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X等于-3是 Vertical asim 出去 那这个就跟我们前面的 Polylomia不一样 我们前面Polylomia 因为它是整个 时数轴上 它都是连续的 好 好 那我们算完了 这个asimptor 以后 我们 第三步 我们就要算它的 一阶导数了 一阶导数 那么第1部分 1 这个常数部分 就变成0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后面这一部分 那我们后面这一部分 我们用Caution的Rule 这是 X加3 的平方 的平方 那么就是4次方 好 分子的导数是36 乘上分母 X加3的平方 再减去分子 乘上分母的导数是2倍的X加3 那么 我们两项里面都有X加3 我们 我们约掉一个X加3 就变成36倍的X加3 再减去 7是2X 然后分母是X加3的 3次方 因为这里有X加3 再约掉一个 这个变成3 我们 我们再简化一下 就是变成 负36X 负36X 再加上 108 就是X加3的 3次方 其实我们可以把36 可以再约出来 就是 负36 X-3 除以X加3的 三次方 那我们令 fx的导数 等于0 那我们得到 X等于3 然后 X等于-3本身就不在我们的定义域里面 所以我们先不可以考虑它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 由 有这样几个情况 那么我们说它不存在的啊 我们还是写一下 我们得到X等于-3 X等于-3本身是它本身就不在它的定义域里面 所以是我们-3和3 我们看它的一阶导数 好 -3和3把整个实数轴分成 分成三部分 那么 X和X 这是我们第四部分 那么 X 一阶导数 小于-3的时候 分子 分子是 两个负的 所以是正的 那么 分母 小于-3的时候是负的 因为你带个-4进去 带个-4进去 上面是-1乘上-36 -7乘上-36是正的 然后-4的话 这是-1 所以这是负的 那么函数本身是下降 好 那从-3到3 这一段 那例如说我们带个0进去 我们看一阶导数 带0进去 然后分子是正的 分母也是正的 所以是 这一部分是正的 一阶导数是正的 那么函数本身是增加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f-3是 minimum local minimum 那我们大于3以后 大于3以后分子是负的 因为这部分大于0 这部分 小于0 前面是负36 大于3以后 分子是负的 分母是正的 所以是负的 在这一部分 一阶导数是负的 所以函数本身是下降的 那我们知道f-3 这是 local的maximum 那么 可以不写了 你可以把这里 画个图 就给出来了 画的这个区间图 我们就已经知道函数的这个 增减区间和 增减区间 还有它的minimum和maximum 但是minimum和maximum 我们是要算出来的 f-3是 而f-3本身是没有定义 那不能这么写 f-3是 是没有定义的 f-3是 not defined 我们也知道 f-3是它的vertical asimotage 那么f-3是maximum f-3我们可以把它带进去 是1加上36乘上3 这是x加3的三次方 那平方 那么是36 x等于3的时候 这是3 3加3 6 6的平方 跟36正好约掉 就变成1加上3等于4 这是local的 maximum 那我们再看二战导数 二战导数 我们刚才看到 分子 是-36 x-3 那么x加3的 我们是6次方 我们还是用custion的乳 当然也可以用product乳 那么 分子的导数 是-36 那么x加3的三次方 再减去分子 分子 就是 我们加上 减上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这是36 x-3 这是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是3倍的x加3的平方 我们把x加3的平方约掉 那就变成x加3的四次方 -36 x加上3 再加上36 这是108了 108 x-3 这是x加3的四次方 那这是-36x和108x 所以是72x 那么-36乘-3 乘上3是108 这是108乘上-3 所以是108乘上3是 3 3 3 24 再 我们相当于是108-36 再乘上3 这是-36 这是负的 我看一下 都要是108乘上108乘上-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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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4了 再个3-4这个乘上-3乘上-4 那么fx的二节导数等于0,我们得到x等于6 那么x等于6,我们再加上我们原本没有定义的点 好,我们去画原本没有定义的点-3 因为在这也没有 它没有定义也得到x所数等于-3 所以x等于-3和6 这在这两个点是把整个区域分成三个块 那么在-3以前 -3以前,那么 这一部分是综织证的 那么这一部分是负的 所以这个是负的 那么fx本身是concave down 那么-3到6 例如说我们带个0进去 上面是负的 这里也是正的 所以是x加3的四次方始终是正的 这里还是负的 这还是concave down 然后x大于6 分子分母都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是concave up f-3 does not exist 到二届导数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个点 而且它也不在它的domain里面 那我们再看 f6它是从concave down到concave up 二届导数变号了 所以6和f6这个点是inflection point 好,我们看一下f6等于多少呢 f6是1加上36乘上6 这是6加上3的平方 9 我们可以把它约掉 约掉一部分 9的平方 9跟36约掉 那么还剩下3和4 81 这是21 1加上 这次9981 这是216 我们最好先约掉一个9 约掉一个9 4 这边剩4 再把这3约掉 这是2 剩下9分子8 不对 嗯 嗯 这里约掉9 9跟这个约掉剩4 这个剩 跟这个约掉剩3和2 所以说3分之8 对,好,4 3分之8 所以等于3分之11 所以我们说inflection point 是6和3分之11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点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嗯 一些intercept F0 F0等于1 F0 F0等于1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知道的 那么其他的 嗯 Y 那么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 啊 我们可以把图形画出来的 对啊 没画纸啊 我们有哪几个点呢 一个是 6 一个是-3 3 然后还有一个值是3嘛 好,还有一个值是3 这是这几个点 那么我们先看 啊 负3以前都是 啊 我们负3 这是一个 嗯 是一个 Asim chart 这是Vertical Asim chart 然后 Y等于1 是一个Horizontal Asim chart 这两个我们要画出来 那我们看在负3以前 负3以前 负3以前它是下降 啊 一直下降到负3 下降又是坑 啊 下降和坑Cave down Asim chart又是 又是Y等于1 所以说 啊 又是下降 又是Cave down 下降Cave down 至于这个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 我们你也可以算一算 也可以算一算 但是这个可能不一定很好算 因为是30 我们看一下 Fx等于0 是36 1加上36x x加3的平方等于0 也就是说 呃 x加3的平方 加上 加上36x 加上36x等于0 我们得到的是 这个 这个一定有点啊 那就得到 x平方 加上 6x加上9 加上36x等于0 嗯 嗯 x等于 嗯 x等于 2分 double mejores 2分之1 1 2分之1 4的42 4的平方 5多 点上36 这个不是很好算 就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就是负的21 应该是减 那这是 x是负的21 减 加减 那么就这个是减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值 这是减上二分之 更好42的平方减36 这个点 那么我们另外一边 我们从负3 从负3 到 负3到3是增加 到3以后 又是减少 但是F3是等于4 F3是等于4 这是1 所以4在这个位置 F0等于1 所以这个点 好了 这一部分是增加 我们可以这样就合 好吧 至于这个点应该是负的21 加上这个 就是我们算是这另外正的一部分 然后它是它-3 再到0点 到了-3以后是下架 还是康克弦 因为我们在6之前都是康克弦 好 然后6之后是concave up 那我们到了6这一点 我们又变成concave up 但是它的这个asim chart是1 所以它不会穿过这个 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么6这个点 我们知道6 F6这个是 所以这个是6和3分之11 所以我们应该还要上去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点这是6 3分之11就行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图系 我们根据一阶导数二阶导数 再加上我们的一些asim chart 可以画出它的一些图形 可以大致上我们画出来 这个这个是属于草图 那这是我们画函数画图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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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